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面呢 我们主要是根据临床表现常见到的给大家标注了三个的症候类型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要把病变部位定在胆 我会见到哪些症状 我就把它的病变部位定在胆呢 首先会有胆经的一个书肌不利 我说了为什么称胆为一个书肌 因为它居于少阳 少阳 这个我们前面 我们讲经络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很明白了 前面有太阳 后面里正有阳明 中间是少阳 它居于中 我们讲脾胃不是居于中吗 就讲脾胃为身这样的一个书了 对不对 它是能够通表把理 所以是一个书肌 爱这样来称谓它 胆经的书肌不利 会呈现含肉往来斜痛 因为胆位于肝的短夜间 邪肋部的一个疼痛 还有胆汁的排泄异常会表现出口苦或者是黄胆 那这一些呢 它常常成为胆病的一个定位指针 因为肝胆的关系很密切 肝的输泄失常会影响到胆汁的分泌或者是排泄 那胆道本身有问题呢 比如说胆结石把这个胆道堵塞住了 或者是胆管的狭窄 胆子不能正常排泄 这个时候你去检查肝功 肝功也是异常的 所以我们讲他们两者本来就影响是关系很密切 下来有同学问到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很多症状 可能同学也发现有很多症状 它在很多的胆子功能失调当中都可以呈现 你怎么样来鉴别 为什么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定位指针 定位指针首先给你一个初学的同学来讲 你有一个概念 我见到哪些症状 我会把它的病变定在肝 或者定在心 或者定在肾 这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失眠多梦 肝血虚 肝血虚可以引起 肝阴虚也可以引起 心血虚可以引起 心阴虚可以引起 我们刚才讲到的胆也可以引起 那么这个当中你怎么样来鉴别 它有一个坚证 对不对 它有心的病变 或者是肝的病变 胆的病变 为什么要告诉你的一个定位指针 主要是说你看到这些症状 你可以把病变不为定在哪里 当然有很多症状 它在很多病当中 很多丈夫功能失调当中都可以见到 比如说胸门 废弃的瘀戒 宣将失常可以见到 然后心功能障碍也可以见到 对不对 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少阳 书记不立 他也可以见到胸闷善叹息啊 但是他胸闷他喜欢叹气 他想把堵塞的这个气 怎么样把它排出来 他就不断的叹气 那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针断 鉴别来针断它的 这是我们讲到的胆病的一个症状的特点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腐 关于胃 关于胃 胃呢 我们来看它位于人的上腹部 我们肋骨 肋骨的这个中间 它是胃所在的位置 我们来看胃呢 是微微一个弯曲的器官 弯曲的器官 我们就用了这个碗来表述它 碗来表述它 因为它有点弯 我们常常就叫胃碗 胃碗 那我们讲碗腹 碗就是指的胃 腹是指的下面 对不对 有的时候指碗腹的脏满 它代表的两个位置是不一样的 为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胃于人的上腹部 那它的这个有两个开口 它的结构上 上口与石道的下口相交接 交接的地方 我们称它为叫喷门 它的下口呢 与小肠的上口交接 交接地方 我们称它为叫幽门 还有 中一的上碗 中碗 下碗 跟西的表述不一样 上口喷门所在的这个区域 我们称它为叫上碗 幽门 下口所在的区域 我们称它为叫下碗 上下碗之间叫中碗 刚好呢 西不一样 西吧 喷门所在的那个位置叫胃底部 中间是胃体部 下面是幽门部 有点不一样 称位不一样 我们称它为叫上碗 中碗和下碗 它是有点弯的 所以用了一个碗来表述它 那我们来看胃呢 会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瘦辣腐疏水骨 瘦接瘦辣也是把它装起来 我要请大家注意 小长提的是瘦胜 胃提的是瘦辣 用了一个辣 小长提的是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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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都有瘦 都是瘦 瘦 瘦不一样 中医 它用字 你不要觉得好像 哦 大字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功能 我在那个跟那个硕士跟博士上课的时候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有的都是博士了 我就问这个瘦跟瘦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都是瘦呢 平时就是这样念 胃瘦 瘦 腐疏水骨 但它的区别在哪里呢 为什么要这样用字呢 它很讲究的 中医很讲究 它用瘦都是瘦 小长也瘦 胃也瘦 但瘦不一样 这个瘦表明了一个什么 主动接收 主动接收 它用顺来表明的是被动接收 被动接收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吃进去的食物首先装在胃里边 但是在体的帮助下 把这个食物分解了之后 形成食密精卫之后 它逐渐的把它下传到了小肠 胃中排空了 它会产生一种饥饿感 因为古人是通过临床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 来获取的这个资料 它这人会产生饥饿感 你饿了你就会怎么样 肯定会主动的去色蜡食物 所以他就用了一个蜡来表述它 那小肠庄呢 是未传给他 装的是十米 一个庄的是十米 然后小肠台空了 人不会产生那种饥饿感 小肠台空了 人不会产生饥饿感 所以他是一个被动装 胃传给他 他就装 胃传给他 他就装 比如说把胃里边塞满了 你小肠是空的 这个时候你不会有饥饿感 你不会主动的去找食物